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我们这期节目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是年二九 小年夜明天就是除夕啦 我们先跟大家拜年 祝各位兔年行大运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两个都属兔 所以我们是双兔暴行 发大财 行大运 不重要 发大财 对 人出去或进来 发家发大财 我们两个 我们家除了我跟运行之外 我女儿也是兔子 三兔子家 对 三兔子家 好啦 言归正传 今天要来讲一下无二战争 哇 最近这个局势很微妙喔 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盟国 开始陆续提供的是重型装甲战车 那种真的是主力战车 不止如此 1月19号总共有9个欧洲国家 包括英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波兰的国防部长 以及丹麦 荷兰 斯洛伐克和捷克的代表 他们签了一个叫做塔林试约 他们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 前所未有的军事援助 我看到这个一系列 我就是怕死 他说 主战坦克 重型火号 防空系统 弹药和步兵战车 大家伙要上阵了 大家伙 这个我们其实上一时就讲过 英国开的第一炮 对 英国提供了那个 好像是挑战者 尔布 斯洛伐克 那 那个时候其实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就已经透露了点口红了 他说这个 是以后还有 跟着还要来更多 然后英国那个首相 这个苏纳克 苏纳克 对 他很猛 强身更猛 Boris Johnson 很猛 对 苏纳克他提供这个 英国是带头的 对 到今天维持 一直是 到今天维持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 没有这种主战坦克 没有这种攻击性的 对 长城火炮 其实也是防卫性的 对 是 那他宣布这个提供这个之后 他也说这只是开始而已 那我们其实在上一集讲过 我也讲过 我预期 俄罗斯会再次发动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攻击 做最后一搏 对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也讲 我说希望他快点打 我希望看到 他被击败之后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对 没错 很快的 我觉得这个很快会有个转捩点 这就是为什么 突然 突然之间 是不是 突然之间 大家开始 忽然 而且讲的都是这些 攻击性的主战坦克之类的武器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德国的暴二战车 波兰 他先讲 我决定跟向乌克兰提供 一整个暴二战车连 一整个连 然后荷兰也说我们也要提供暴二战车 然后瑞典也说我们也要提供暴二组战车 大家都说要提供 我说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暴二战车这些国家都有 所以要把他们自己的交给乌克兰 我有个表 我忘记等一下我会放上来 周边的国家很多都有 好像有好几个国家都有两三百辆以上 只有谁没有 只有乌克兰没有 真的 乌克兰当初就是信了 信了说是 他的安全是得到保障的 签了一个合约 结果自己的武功都废掉了 那现在这个鲍尔坦克很多国家都愿意提供 但是这个提供要德国同意 德国到现在还没有同意 但是我觉得事情会有转捩点 会啦会啦 德国总理 说他前两天 19号吧 18号 18号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对 在瑞士的达沃斯 这是因为疫情已经停了好几年了 他这次又开了 他就讲到 他讲的话 算是蛮有意思的 他说俄乌战争 如果要结束的话 必须要让俄罗斯战败 是 必须要战败 是 他先前讲过类似的话 已经讲过类似的话 那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支持到底嘛 对 对不对 英国也是讲了支持到底 是 那现在这些 你刚刚讲的这个九个国家 这个态度当然是支持到底 不只这九个国家 芬兰 19号也宣布了 宣布了到今天为止 对于这个乌克兰最大笔的援助 4亿欧元 4亿欧元 厉害 他已经演出了第12次了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 总共援助的数目是5.9亿 这一笔就4亿了 对不对 而且美国也宣布了25亿 是是刚刚才宣布的 刚刚宣布 美国宣布的25亿 也是非常大的一笔 我印象里面也 之前好像都是十几亿 十几亿 或几亿这样子 最重要是它的内容 它里面有 有这个美国的 有100辆史特瑞克装甲战车 至少50辆布莱德利装甲车 这个布莱德利装甲车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 号称坦克杀手 他虽然是装甲车 但是号称坦克杀手 美国的援助 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 我认为早就已经去了 他的人员 前两天有一个视频 已经露出来 就是乌克兰的战士军人 在接受训练 布莱德利这个专家在这训练 那个视频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那是个很感动人的视频 因为那视频造了 在那个里面受训的两个人 一个是造了背部 一个是有面部 这个人 是乌克兰很有名的一个网红 YouTuber 他是做一个摩托车的 摩托车cycle的 一个跟摩托车有关的这个节目 是人气最旺的一个 然后他放弃了这些东西 他有太太有小孩 一个小孩 他放弃了东西 他为家人 加入军队 有很多人不知道是这个人 因为我有follow一个乌克兰的 一个telegram 他认识他 所以他讲出来这个故事 其实乌克兰这个战争里面 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那为什么现在 突然有这个转变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伯恩斯 伯恩斯 不久前 大概就几天前 秘密的到了乌克兰 到了基辅 去跟泽伦斯基汇报情报 汇报情报 什么情报呢 我只是猜测 美国可能已经察觉到 我刚刚讲的 俄罗斯可能会做最后一波 做最后一波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俄罗斯挫败的机会 所以各国的这种 大火力的攻击性的 这些武器就进去了 不但是要让俄罗斯挫败 不但要把俄罗斯赶出去 还要攻到克里米亚 那这些武器才派得上用场 我在节目里面 这个先后讲过很多次 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你可以察觉到 它是有步骤的 它是有步骤的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 很明显的迹象 为什么 这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去了之后 突然 所有的国家都积极起来 都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 大家伙都来了 而且大家都是 都是承诺支持到底 只要你乌克兰打下去 我们会支持到底 一直到俄罗斯战败 是不是 这个很清楚了 是 因为从之前的消息 我们就一直有得到 就是 俄国要进行一个50万人员的动员 然后要再做一个 可能在春天会有一个 进攻击辅的最后的一个行动 一个大总攻 那在这个情况下 各国支援这些主战坦克 这些东西 因为以前都是给什么标枪 无人机重员的 现在是大坦克车 战车等于是你要大会战 大家已经开始要做这个 应碰应 应碰应 对对对对 所以双方在备战的状况下 我觉得真的 但是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莫茨克这种讲法 在动员50万人 包括普丁前两天还在讲 四年之内要重整这个 俄罗斯军队要扩成100多万 什么什么 我觉得都是在放空气 就是在吓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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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把话摊在这边 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他才会采取 过去这七八个月以来的打法 什么打法呢 把民用设施 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他第一次 他在基辅 基辅那个不成功撤退之后 开始狂轰乱炸的时候 我勒索已经讲 他已经败了 对不对 我对战争的了解 现在的战争没有这种打法 你这种打法就表示你 战略的 最先这个设定的战略目标 没有办法达到了 才采用这种恐怖主义的打法 国家恐怖主义的 但是这种打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俄罗斯已经战败的 这个根据 我自己的根据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拭目以待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小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可能有点害怕 因为他在自己的莫斯科本土 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屋顶 有人发现了类似 铠甲S1 Panser S1导弹系统的东西 那是一个防空的 就是如果有人打来 他要去防空飞弹这样子 你在自己国防部上放一辆车子 在那边导弹 不仅仅是国防部 总共有 好像很多地方 有个地方 刚才我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莫斯科 距离 普丁的关底 10公里的地方 也暗示了 也暗示了 就是怕了 就是怕了 但是我现在 在这边再讲一遍 我不认为乌克兰会攻打 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对 边界的境内 那些跟补给有关系的 跟俄罗斯境内补给有关系的点 他会打 我不认为他会打莫斯科 对 我不认为 对 也没有这个必要 是 是不是 不过莫斯科害怕的这个 自己很怕说别会打进来 这种心情已经很明显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很明显的事情 就是梅德维杰夫又出来讲话了 他又出来讲话了 是是是 他讲了什么话呢 他说如果何止大国 在常规战争上失败的话 就可能引发核战 讲几遍了 不是 你还没有听到他的重点 重点在前半段 战争失败 他已经说我们会失败了 所以我们会打核战 他就是这个意思嘛 他是恐吓你 但是他 他就是不小心透露出来 他心里面的真正话 我们会打输了 他说我们失败的话 我们会用核武 你要小心哦 对不对 他已经讲出来 吃了诚实豆沙包 好啦 他们自己既然承认失败 自己会打败就好 那你们就赶快投降就算了 不要在那边硬撑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嘛 对不对 我如果是普丁 我早就算了 对 对不对 但是我不是嘛 所以他才能够变成俄罗斯的总统 他就是称在里面 还要想尽最后的办法 做最后一搏 不可能的 对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不可能的 就是德国总理 孝子讲的话 俄乌战争要结束的话 必须要让俄罗斯战败 没错 对 我们拭目以待 好啦 今天结束之后呢 就是我们台湾的过年农历年 那农历年期间我们会休息几天 也希望各位在年后 不如说休息半个月 休息到元宵 可以吗 其实说是元宵节以后才要上工 对不对 我们会休息几天 那也希望各位就是 祝各位能过一个好年 年假期间好好休息 陪陪家人 那我们年后再见咯 那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下的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那也欢迎各位点阅 我们萤幕上的推荐影片 那在过年期间也欢迎各位去回顾 我们之前播过的一些影片 然后跟那个俄乌战争有关的啦 或者是跟台湾 一些选举有关的 都是非常精彩的 谢谢各位啦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